7月31日 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胜利闭幕 这是在我国戏曲改革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是京剧艺术的大革命 闭幕是由文化部部长沈彦斌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讲话 他祝贺京剧艺术革命和京剧界思想革命双丰收 并勉励经济工作者要做彻底的革命派 把京剧队伍锻炼成一支社会主义的工农兵的文艺队伍 参加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员导演和剧团代表 关肃霜 梁一鸣 李立芳等13人先后讲话 表示要一辈子演革命的现代戏 著名剧作家曹瑜 代表首都文艺界热烈祝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胜利 7月17日毛泽东主席曾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 周恩来 彭真 陈毅 贺龙 李先念 韩振林 陆定一 接见了参加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全体演出人员 在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 摄影师访问了京剧演员关肃霜同志 请他谈谈演戴诺的体会 社会主义时代的京剧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为工农兵群众和世界革命人民服务 坚决演好革命的现代戏 这是当前京剧必须担固的光荣任务 也是京剧应该走的光明大道 我们云南经济院处于祖国边疆的多民族地区 因此 我们演出了反应景剧组现实生活的戴诺一句 为了塑造好戴诺这个人物 我们在音乐唱腔方面 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声音乐 一小时 彭老师是个劝能演员 嗯